放了我一次嘛 就是我們把車停在 我從頭到尾就要把車停在 沒辦法 你當時當沒有看到 那我就看到了 阿嬤都出來了 阿嬤說劇策喔 你怎麼樣 劇策 阿嬤就有劇策喔 琳嵐在與阿嬤通話後決定 劇策 將琳嵐予告發 我幫這次檢測一下就好 警方落口巡邏 發現這台聲色叫車停得搖搖晃晃 馬上上前攔茶 駕駛急忙否認他有喝酒 警方察覺有意要求他配合酒策 眼看瞞不住了 駕駛乾脆承認有喝 拜託原警放他一碼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南屯區 20歲的林姓男子12號凌晨 剛跟朋友在附近的夜店喝完酒 就怕車停紅線吃罰單 酒後開車要把車停進路邊車閣 就是這麼剛好被原警查獲 駕駛跟友人不斷求情 希望原警當沒看到 如何 四十分的如何 阿嬤都出來了 盧了十分鐘最後沒招了 林姓駕駛五點多 打電話求救阿嬤 我劇策 阿嬤說劇策喔 你怎麼樣 劇策劇策 阿嬤叫你劇策喔 林姓男子發動寶貝金孫大絕招 阿嬤同意他劇策 最後警方也開出了18萬元的 劇策罰單 當場扣牌拖車 林姓駕再與阿嬤通話 後決定劇策 將林姓駕育告發 根據了解 才剛滿20歲的林姓男子 已經是救駕累犯 今年3月 台北一公共危險罪移送 這一次又喘禍 就怕被關進監獄裡 叫阿嬤來處理 TVBS新闻 成為意料反映台中采訪報導